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是同性恋的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 最新公布出来数字是32.5% 那么他们说主要是个爆发性的增长 这跟调查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 就是说比如说几年前 他们说最严重的是西南片 什么成都昆明重庆 这城市说几年前调查的时候是0.4% 就是一百个一千个同性恋里头有四个感染的 但是他说这个最近的这个调查数据 说在这几个城市调查 说是一百个里头有十个人 去验出感染这个艾滋病毒 我觉得这个就很可怕了 文涛您刚才讲说您令尊大人 我这我不能理解 因为我怎么从小就知道这件事啊 一个是书上有描写啊 断袖之痞 而且写得还挺风雅 再一个能用我做团的工作 我是19岁20岁 我就当时开始处理 就是他们的一个团员吧 某个团员发现了有这种通行恋的行为 或者是企图 那是什么年代 那是50年代 50年代初期 就是50年51年的时候 然后就是报上来了 就是认为他这种行为很不端正 应该给予处费 我们也讨论过 也给了处费 但是也不是最严重的 我想可能给 你们那个时候觉得这种事算什么 绝对的事就是 耍流氓 也接近于这个 就是不道德 不道德 不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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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这个 公共卫生 基本上影响个人卫生吧 所以后来就批准呢 给他一个警告处费 但是劝他今后 就不要再搞这些玩意儿了 这个 这一类的事情 我觉得丝毫没有什么特别新鲜 你要看《红楼梦》 《红楼梦》那些公子 秦忠 各个如此 贾宝玉也一样 贾宝玉是 只要他一见秦忠 还有北京王 自个儿他差点没有 就是说 感觉自个儿和泥猪赖狗一般 一看人家秦忠那么漂亮 贾宝玉就够 就够俊的了 是不是 都觉得自个儿不行 然后秦忠也是 那个薛潘 薛潘 这个贾连 也是 为什么薛潘挨这个 这个柳 柳香连 柳香连奏 他就是拿柳香连的 想当一个 同学恋的 一个性伴侣 但是其实柳香连这个奏 薛潘 后来他提抗议 也对 所以愿意就愿意 不愿意不愿意 你走我干什么 是不是 说明什么呢 就连柳香连身上也有 他认为啊 你拿我当同性恋的 尤其是把我当同性恋的 属于那个 我记得有个说法 欧洲有个说法 一种叫A 一种叫O吧 你拿我当O的话 你是对我是侮辱 所以他把这个薛潘 那梦死了打 这都说明这个 古典文学 那个原始物语里边 也有好多美男子 而且宫廷的那种 都很风雅的 自己去染色呀 做什么 然后互相之间的那种情谊 都写的特别的美美 我感觉就是这个事情啊 它包含很复杂的人群 你比如说你从古代讲 中国也有什么古希腊 更是什么爱上美少年 是吧 都都有 但是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你比如像薛潘这种 他更多的是一种 就是玩弄这个 他有流氓气 男孩子 薛潘本身有流氓气 就是是不是可以说 他也是双性的 也跟女的玩 也跟男的玩 你不像今天的呢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性恋 他是不喜欢女 他是只跟男的 但是事实上呢 你知道中国同性恋 尤其这个双性的 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 都要结婚 成分相当大 有人这个调查过吗 九成的中国的同性恋 最终都要结婚 甚至是生孩子 也就是说 说艾滋病 为什么说这个危险呢 就是你看一个吧 他往往去这个公园去混 浴室去混 性对象非常复杂 而且就往往就是 一夜情的这种关系 所以为什么最近就是讲啊 什么大理开了一个同性恋酒吧 实际上政府提供了部分资金 就是为了能接触到这些人 咱们平常想起同性恋啊 往往觉得是designer搞设计的 什么好像很精英的人 其实你知道农村里就有很多 他们也是一个一个人群 所以说你 而再加上他要结了婚 那么这个老公在外边发生 很多次一次性的男的性行为 然后又跟老婆发生性行为 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这个交叉感染嘛 对对对 您说到这个 刚才又说到这 刚才说中国现在开始爆发呀 我有一个想法啊 因为我对这不是太内行 我谈话题是可以 不是太内行 我根据我的了解 中国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把一个疾病的问题啊 往往会和政治联系在一块 和道德联系在一块 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块 你说你要说你有别的病啊 没关系 你说你得了癌症 也没有人没关系 也没有关系 但如果说 比如说某某某某 咱们认识一个人 说他得艾滋病了 立刻他这形象 夸啦就夸了 他都不敢说 不敢说 北京还发生过这个 两个著名的演员 咱别再提了 别给人挑事 就清理有一个 可能是开玩笑干什么 说他得什么病了 这艾滋病法院告了呀 说你怎么告我 你怎么说过有艾滋病了 对 还发生过这种事 所以包括这个数字 咱们不能够非常准确的 是 说是咱们到底是 比如说这发现了艾滋病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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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啊 管这事的人呢 他会想 这个东西 这种事急着往上 报干嘛呀 是不是 是不是艾滋病 现在这个 谁敢说准了 你能别着 咱们这一个城里头 人家那么多县 都没有艾滋病 你这出了俩艾滋病 说明你这是 道德败坏 社会风气 还有这种意识 还有这种意识 所以是 等等再看看吧 看看上边什么政策吧 是得了艾滋病的 是 是全都从政治上进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 甲瘤呢 甲瘤 甲瘤啊 我跟你说 我这个 我认为咱们从那个 那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就从SARS那回 注意就是有 有这个流行病啊 嗯 要报告 但是这个甲瘤 一开头咱们特别重视 后来看呢 这甲瘤也没什么 特别了不起的 跟那非甲瘤也差不多 是吧 我还打了一针呢 一点反应 疫苗 您打了 但是最近呢 我到外地去 听人有这么说的 说他们那个省里头规定 如果一个市 一个县市吧 要是一天有三人得了假流 就作为重大疫情 往上报告 嗯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 说是有三 今儿一发现有四个 那他这很 很容易灵活助理 我今儿报俩 明儿报俩 我就完了 中国人 最会算账 对对对 广告之后见 其实说到这儿 我倒有一感想 我觉得在中国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转型当中 我真的 我看到现在这次报道 对艾滋病的防御 然后连带提到 从现在 我觉得这个态度已经好多了 好太多了 跟您五十年代 你这个说太重要了 咱们一般的老认为中国人呢 说是保守 中国人太两面 确实有保守的时候 也有这关键呢 与时俱进 跟的还挺快 而且跳跃性的 我觉得都没经过什么街头政治 这些激烈的形势 突然政府领导就把他完全 你看谈到这个艾滋病酒吧的时候 就把他作为一种 他叫科研项目 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种 和风细雨似的 让你到这来喝酒 我给你讲讲 你要注意安全避孕 然后否则可能会有危险的后果 完全对他这个道德 不做任何道德裁判的 是挺政治正确的 很相当政治正确 而且我还挺感动 因为您知道 我当过15年的政协委员 我是从前年就不当了 年龄过大 这个咱们这个演员呢 普存心 特帅的一个 一个小伙 跟您一样甩 我得向他学习 有点像 有点像 我改行者 温馨呢 他是这个 就是关怀艾滋病的 一个形象代表 做了好多工艺 他广告 工艺广告也有 而且他有机会 就宣传 这个要关心 艾滋病人 不要歧视艾滋病人 有一年呢 是这个国务院 有关领导 陈志力 国务委员 去跟这个文艺界的政协委员 座谈 这个 普存心呢 还专门提出来 座谈完以后 他要把那个 关怀艾滋病 有一个红丝带 有一个标志 就是 他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叫什么 关怀者 还是叫什么 就把这红丝带呢 献给这个 陈志力国务委 国务委员 就是希望陈志力 他因为他分工 也管卫生了 管文教卫生的 国务院有关领导人吧 也关心这个艾滋病人 这个陈志力呢 也是很 就是非常 这个 这个高兴的 愉快地接受了 这样一个 一个县礼 这不最近 涛哥还捐了五千块钱 是 涛哥 对对对 我也要向那个涛哥学习 对 而且我特别具体的感受 就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接触了一个叫万言海 他是 那时候是什么 健康什么中心的 最早 其实他们是做这个工作的 就是防艾滋病 但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些 把艾滋病 不是 把同性恋 当这种性取向 当做一种病 要治它 包括使用某些这种 在西方也有 在我们这儿也曾经有过 就是让他看 比如说性爱录像 同性恋录像 然后就用一种 让你觉得很难受的 比如说 电击 电击 让你跟这个联想 就是一个种很疼痛 很疼痛 很恶心的感觉 来治愈你这种 不良性取向 你想这才是 就是二十年不到的吧 事情 而现在我们能用 现在这种 很比较客观的 态度来讲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健康 你要安全 我觉得就是太高的进步 这在我国 反而都到 另一种情况了 你像扎老师 带来这杂志 叫什么 中国真高兴 不是中国不高兴 中国为什么高兴呢 gay china gay china 因为gay它是双 两个意思嘛 又是同性恋 又是快乐的意思 里面讲的 而且确实 里面 这些同性恋的一个 当然这可能是一种 就是一种刻板形象吧 但是确实有这 都很有时尚感 然后很会穿 弄的就是说 有一个新词 叫metrosexual 因为不是同向是homosexual 然后异性恋是heterosexual metrosexual是都市男 实际上就是从metropolitan来的 就是说大都市的这种男性 很穿着很文艺 很优雅 很时尚 很酷 又很懂得这个体贴女性 这种形象 他是从这儿来的 说实在的 都是很正面的 对 挺正面 我现在觉得 就是中国呀 要不说地大物博 物不一定博 人多 你知道现在很多时候 你看像这种典型的 这个形象 同性恋 我们从电影上得到的 白领阶层 生活不错 然后有一定的艺术 美感趣味等等 可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农村 我并不知道 他们那里的同性恋 情况怎么样 比如说这次就是 有一个艾滋病人 我就关心他的这个故事 他就讲 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就像凉水浇头 三个月的时间 辞了工作 天天在家里睡觉 就睡着了 我就可以忘了 然后呢 他就说脑子里啊 一幕一幕的想起来 你像这种现象症的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那里 对艾滋病到底是什么态度 但是都是这种 偷偷摸摸的到一个公园 他就我想在公园里 不定跟多少人 发生过这种关系 甚至他想 他说我有时候想 跟那些人打电话 告诉他们 去检查 还是 但是我最后想 我也不告诉他们 后来又想 到底是谁传给我的 是哪一次 我又想找到那个人 我想报复他 你看那个思想啊 对 就这么乱 对 我也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说这些乡下 趁着赶集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同性恋的 就一起到一个树林里去 最后就约定俗成 大家都向树林深处走去 那你说他怎么可能知道 这种知识呢 对吧 后来只有靠就是说 一些同样出身背景的 比如乡村出身 他变成志愿者 站到那个树林的入口处去 给他们发这个避孕套 跟他们讲解 因为这是两个社会背景的 同性恋的问题 这个农村呢 中国肯定是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 反正因为我呀 北京郊区呀 我还有这农家院 我还有住的地方 像我们那发展的就比较快 比较快的这些地方 新观点 人家很容易接受 人家说管那个呢 我们都又了解过这种话了 这是一种 还有啊 当然这个也并不见得是 最好的事 特别有些再婚的 那不是那个初婚 年龄也比较大了 已经四五十岁了 因为家庭有人固缺啊 或者因故解体了 以后再婚的 他们往往选择呢 先不登记 先一块住上那么一两年 就说他 你别以为农民不能接受 什么东西 凡是对他有利的事 对他这 他都能接受 另外这个女农民呢 这个打扮 美容 画这个什么眉毛 那叫什么 眉毛叫画眼线 弄眉毛 弄嘴唇 那个农村里的都有 但是呢 他是因为他有了钱 他搞旅游 搞什么东西 你要还处在那个 越是处在那个极端贫困线上 他连电视机他都买不起 他就没有这些新观念 没有这些东西 至于刚才您说的那个形象 这也挺怪 我说这话呀 我并没有啊 说是有人以为啊 说我们承认一个现象 就是导向 这不是 这跟导向没有关系 我们只是承认它的存在 是不是啊 从我个人来说也没有觉得就是一个人是同行恋者就多么时尚 但是历史上的艺术家里头这个这个有同行恋人多 太多了 记录的人太多了 是吧 王尔德 王尔德 王尔德那个人呢 我看他的十项我都觉得他帅 我在那个杜柏林 在杜柏林 我看他十项我都服了 我说世界上有这么帅的男人 还有三岛游记夫我觉得也是他真是也是有像 而且我记得很早的时候看他一个叫假面的告白 他这一本小说就写到他最早的时候 他自己明白自己的性取向 是由于看一个特别美的就是宗教画里面是 Simbaston吧 我不知道这应该怎么翻 Simbaston 就是说他是被乱箭射死 然后画的特别美的一个几乎是裸体的吧 然后很多箭 然后就死去 就是跟那种美男 然后又有一点血腥 又有一点隐蔽的这种性向 他一下觉得特别激动 就明白了自己怎么回事 然后之后他的写作也是 都是那种美乱美奂的场景 华丽的场面 包括他自己的人生 后来都认为他就是一个 他的词本身就是一个performance art 神美秀 对神美秀表演艺术家 在日本还有一种叫单美 就是单物的单 就是沉浸在沉迷在美里头 很多漫画 都是以这种美男之间的这种恋情 而且少女们都特爱看 而且你刚才讲这外国的中国正板桥就是 这个正板桥本身 我不知道他跟女的怎么样 但至少他肯定是跟着小树童 有这关系 因为他在老年写一些笔记的时候 感觉还是个事事动名的 说我知道现在这几个小男孩子 他整天跟我这个点求宠 跟我好 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 我都这么老了 他们就贪我身边那点钱 他有这样的感想 我们继续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看几张各国的艾滋病的宣传广告 不是艾滋病的宣传广告 反艾滋病的公益宣传广告 你看这个 挺有他的创意 再看下一张 这是法国的 你看他表现的是两个男性 对吧 你再看下一张 这是哪 中国的 不要以为身强力壮 就什么都不怕 中国的也很有趣 我有点没事找事 咱们谈艾滋病 可是咱们谈都是同性恋 好像在咱们心目中 同性恋就意味着艾滋病 这样可就跟咱们的目的可就相反了 对对 咱们的目的是 咱们目的是什么呢 咱们目的是说 不要对同性恋抱什么很特殊的歧视的看法 这样我们就可以公开的来宣传防艾滋病的知识 不是说凡是同性恋的 好一见一同性恋说这是艾滋病人 这不没事 又给人家又找了新的新的罪名 看出文化部长来了 说的太重要了 今天这段指示 对对对 因为艾滋病人早在这同性恋现象之前就存在 咱们以前就有很多书 你知道吗 这个所以就是王老师讲啊 是中国人其实系路的宽 就是接受什么啊 接受的多啊 感觉比美国人德国人好像在很多问题上比咱们轴 我就想起一个问题啊 就是有一次 这还得像北美华人 我们是是说个不好意思还是怎么着 你知道有一次从北美来了两个华人的家长 到我们这做嘉宾 当时加利福尼亚州正在投票 就说这个同性恋 能不能结婚 对 这个受贵撕裂啊 就是这个投票 然后这两个华人家长就在这讲 说同性恋我们不反对 但是不能说是结婚 合法化 说我们这孩子 对对对 受受什么影响 结果啊 这个北美的很多观众 我们凤凰观众啊 抗议啊 说这两个人有什么代表性 凭什么你们节目把这两个人请来 说这个到后来我才知道 在那个地方啊 这个矛盾是非常激烈 最后投票也没有通过 对 所以我就想起 要不是我关心70多岁人的这个看法吗 你看李敖也70多岁 我觉得他有时候思想也很新 但我有一次看他做节目 他就讲 他说我对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态度啊 当然我能够理解 我不反对 但是呢 我觉得也不能表扬 你看他就觉得 而且他说我也不同意 他结婚 他说因为那个你没考虑到 甚至像领养孩子 他说你没考虑到孩子将来会遭受什么 也有这样的观点 很多面 那西方那激烈形式 就是石墙运动的时候都打起来了 咱们这儿我觉得真有点中国特色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很广泛的还没让人没觉得 很广泛的还没让人没觉得是女婚的 很广泛的 很广泛的还没让人没觉得是女婚的 很广泛的还没让人没觉得是女婚的 很广泛的还没让人没觉得是女婚的